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位于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中心 是中国最大的沙漠 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塔克拉玛干 维吾尔语的意思是 近得去出不来的地方 它有一望无际的沙丘 中年飞舞的风沙 夏季气温能达到70摄氏度 冬季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以下 这里被称为死亡之海 然而就在这片死亡之海中 有一条522千米的公路 其中有446千米 修建在流动沙漠之上 是流动沙漠上修建的最长公路 也许你很难想象 在流动的沙丘中 修建一条公路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 狂风刮起来的时候 能把200米高的沙丘 吹成600米高的沙墙 每年低矮的沙丘 可以移动20米 光是要把路基稳住 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从有修公路的想法 到公路全线贯通 用了6年时间 17个科研单位 18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 攻克了在流动沙漠中 修筑高等级公路的世界级难题 这是一条用高科技铺设出来的公路 那么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代价 在渺无人烟的沙漠里 修建一条公路呢 20世纪80年代 我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发现大型油气藏 30年过去了 这里仍然是我国油气主产区之一 2020年 预计年产油气当量3000万吨 这里每年生产的油气当量 相当于中国一年石油消费量的 二十分之一 这条公路 就是为了把塔克拉玛干的油气 运送出去 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 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